吳明哥 吳明哥 你知道嗎 11點熱炒店的YouTube頻道 已經破五十萬人訂閱了 這麼OMG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繼續支持我們喔 最像最辣的內容 都在11點熱炒店 To get it forever 那時候試鏡 他們就說要演一根黃瓜 我就說 黃瓜要怎麼演 然後那一場走秀 真的是我唯一一場 我這麼多年來 走到我要酷的一場秀 因為它從我出場到 走到定位到退場 這一整個路線 就是有一間公廟 他們就會選那個神明的代言人 去阿嬤家的那個活動 我是穿那種睡褲 那種黃色的那種棉褲 很薄的那一種 然後是在放面泡的時候再有 然後就感覺到痛的時候 發現到不行 這也不行了 我就一手搖一手 用那個手一直去擋 一直去擋這樣子 結果就被那個眼尖的那種 阿公阿嬤看到就說 不是那種 他說那是演的 11點熱炒店最高燥 不嗆不辣不上桌 各行各業要脫穎而出 都很難 特別是我們演藝這個行業 它是一個沒有中間指的行業 為什麼說沒有中間指 你知道嗎 妳要嘛妳就是如花 我很醜 但是我又很搞笑 對 要嘛 另外一個極端 妳就當Melody 有氣質 沒有啦 看什麼意思 妳說 我不要像如花 我不要當諧星 妳又不是Melody 妳又氣質不起來 那妳不上不下 那妳要幹嘛 沒有啦 就是在各行各業 都有一些就是比較邊緣的人 可是他很想當中間的人 可是這個路是很漫長的 不行 在演藝圈 妳要當中間人 完全沒機會 這是我當了那麼多年的 經紀人跟製作人得到結論 妳一定要有一個明確的市場定位 妳一定要怎麼樣一泡而紅 一夜成名 妳一定要很特別的作為 妳看我幕後轉目前 越是這樣的情況 我一定要做出 比以前更努力的一個付出 我去演氣功師傅 然後到現場才知道說 為了證明我是氣功師傅 我要躺在地上幹嘛 妳知道嗎 讓張克帆坐在一層樓的履地上面 丟我保齡球 因為我要被 躺在地上 然後再 3 2 1 保齡球往下弄 他稍微一個準頭不對 那個保齡球如果不是 砸在我胸口的瓦片上 砸在我的臉 氣巴爛 真的不簡單 大家都要付出一番努力 才有這種堅持的這種韌性 才能夠今天站在這裡 沒錯 很了不起 每一個人都是如此 我們今天的來賓 我們邀請了不同領域的一些 之前是綠葉們 但他們也苦熬 拚上胃 曾經他們做過哪一些事情 歡迎我們的來賓們 宇柔 嗨 嗨 家瑋 欣梅 嗨 來 我們的麥姬 嗨 Eason 來 綠葉 嗷出頭 客森肌肉 喝雞血 超噁心的 喝雞血 這個會生病 只有你會做這種 有這麼明顯嗎 其實我人生在十年之前 遇到一個皺變 就是那個時候 接了靈異節目的主持這樣子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附屬在棚內節目當中的 一個大概十分鐘左右的 外景VCR而已 然後那個時候去拍了以後 那個觀眾反應的效果還不錯 所以我就發現 這好像是一個機會 對 開始有時候製作單位說 要不要我們把它延長延長延長 然後可是製作單位 想要跟我換的條件是說 那你又沒有做什麼特別的事情 那我們這樣的話 你本來十分鐘很精采的這個影片 你要拉長到一個小時的節目 那你得要做更多事 那你要做很多事啊 所以在下一次入外景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開錄之前 我們都會先祭拜在場的好兄弟 所以我們都會準備那個就是那種 三生啊 要祭拜給好兄弟那種 生肌肉啊 然後牙血啊 然後雞血啊 這些東西這樣 然後我們就那一天就正常的拍拍拍拍 拍完以後 要準備要收工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奇怪我們明明擺的那個 那個生肌腿 是這樣子擺的 但是卻被人家移動過位置了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不太可能啊 因為不會有人就是在三天半夜的時候 還到那個鬼屋的附近去 然後去動我們的東西這樣子 然後我那時候心裡就開始覺得毛毛的 該不會是真的有 遇到了 好兄弟有過來 就是看到這些過來吃這樣 老師就在旁邊講一句說 很簡單 你如果要知道 他有沒有被好兄弟吃過的話 你去吃看看就知道了 怎麼會知道 他說因為如果好兄弟吃過的話 他的那個東西的味道會變 會有一種那種 就是臭撲鼻 還是說變酸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 所以他要你自己吃看看 對 我想說這是生的耶 然後旁邊的製作人 他也沒有講話 他就在那邊看說 我的那種就是 對 我的那個企圖性如何 我想說 好 可能我前面的那個鬼屋 沒有遇到什麼 今天沒有遇到什麼特別的狀況 那我就把這個 今天的那個壓軸就壓在這邊了 在地上我把那個生肌腿就拿起來 然後就用力咬一口 然後就來吃 你還是雞腿 雞腿最新了 沒有嚼嗎 對 我就試著要嚼 它是嚼不開的 嚼不開的 對 它不像那個已經熟了肉 你是一咬就可以撕開 但是我也不好意思吐出來 因為 然後我想說 好 旁邊有一杯那個 雞血 就是那種雞血 你連雞血都喝 你太意思 我把那個雞血就是當SHOT 搭配一起把他嚼得比較好住 你這樣子要去醫院吧 結果呢 我把那個雞血一拿起來 一嚼的時候 我那個味道真的是 我硬是把它吞下去之後 然後我整個回到家以後 我就開始抱著馬桶 然後開始反胃 開始一直吐 一直吐這樣子 因為它是生的 所以我隔天開始 我就腸胃炎 然後我去掛了急診這樣子 然後那個急診醫師還說 你是吃了什麼 我說我不小心務實了 生雞肉跟生雞血這樣 然後我那個時候就一個禮拜 是完完全全是下不了床那種 因為我是上吐下泄 到整個人虛脫這樣子 但是製作單位也是因為這樣 然後就發現 這個人好像可以 就是有無限的可能這樣子 所以就真的就把這個節目 變成一個小時的外景節目 但是沒過多久 好死不死 中間他們就請了那個無尊來 就是一開始他把無尊邀過來 然後說我們來客串一下 這樣子 那無尊那個人呢 他就是那種毛很多的那一種 一下就風一吹就說 好冷喔 我是不是中邪了 無尊是這樣子嗎 對 我一下頭痛 我覺得我今天磁場怪怪的 暈暈的 一下又腳痛 一下又拿臉痛這樣子 然後那個 因為他只要講他這個身體的 這些症狀 那大家的那個焦點 或是那個攝影師的鏡頭 就把他放 因為想說 是不是他要中邪 是不是他要中邪 所以就會被他引走 我想說好傢伙 我在這邊吃生雞肉 然後你在那邊 講鬼講鬼 對啊 然後你這邊 Eason 你就演中邪就好了 對啊 這個證明 無尊比你聰明 對 然後我就 我們那一天呢 是拍攝一個那個 就是古老的三合院 然後他的那個庭院當中 有一口鼓井 所以我就拍到 拍到那個鼓井的時候 我就想說 不行 我這個時候 一定要嚇很糟這樣子 我就假裝就是 摔了一個大跤 我人就啪 就摔進那個鼓井裡面去這樣子 然後我也不曉得 鼓井裡面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下去了以後才知道 那一口鼓井裡面的水 是已經那個 不會流通的那種水 所以它裡面全部都是那種 綠色 綠色青菜 然後咕咕 然後上面浮了一隻黑黑的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那一種 就是很像 就是在稠稠的那種油水這樣子 那個死水 那個什麼東西都往裡面 對 然後很臭很臭 那有時候一整層都是 黴菌也有可能 對 然後我起來的時候 我就開始全身發抖 然後風一吹 整個是動到 就感覺好像已經快要 就是那個 快要感冒那種感覺這樣 所以我的嘴唇就開始發直 這個時候攝影師就 就在鏡頭裡面就說 Eason 你的嘴唇發直了耶 你是不是要中邪了 然後我心裡想說 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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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對 我就開始 我真的覺得很不舒服耶 我現在覺得奇怪 這個全身的讚好 不是我自己願意的 結果我就成功了 把那一天的那個焦點 又引回在我身上這樣 好 下一條啦 看大家還有做什麼 扮演一根小黃瓜 這好荒謬喔 誰扮演小黃瓜 都可愛啊 怎麼在演話劇吧 這除非是很漂亮的人 這樣才會委屈 對不對 對 就是我們來接的話 就很明明 你怎麼一點小黃瓜 你要怎麼扮演小黃瓜 不是 我跟妳講 因為我那時候 我出道是因為我先當模特兒 我那時候才十幾歲 年紀很小 那時候開始模特兒受訓的時候 對我來講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因為我才16 17歲 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高跟鞋 我不知道什麼叫模特兒 我不知道這個行業是幹嘛的 我連高跟鞋 因為以前模特兒高跟鞋 不是說妳從矮根開始學 細根 妳要直接走上舞台的高跟鞋 就是細根15公分以上 所以妳等於是腳尖要 踮著這樣子走路 可是那時候對一個 不會穿高跟鞋來講 很痛苦 我那時候穿高跟鞋穿到我腳 整個底是黑色的 妳連可能進廁所 妳都要穿高跟鞋 因為妳為了要讓他跟妳的身體 合為一 妳為了要在兩三個月的時間內上位 妳要開始接工作 不然妳進來幹嘛 然後那時候 我那個輩分沒有新人 就是我的學姐都是那種 超資深的超模 妳就是唯一的新人 唯一一個 所以妳在做認不認真 所有一百雙眼睛都盯著妳看 不只工作人員 學姐也在看 那時候花花就是妳學姐了 花花是學姐 可是她還不是大學姐 連她都不是大學姐 她不是大學姐 我們前面還有更大的學姐 然後有一次有個工作就來了 它是一個面膜的秀 那面膜不是有很多種 口味啊 材質啊 什麼的 他們就說 那小黃瓜是那個 很普及的一個內容物 他們就說黃瓜一定要 然後我就那時候試鏡 他們就說要演一根黃瓜 我就說 這都笑了 沒有 黃瓜要怎麼演 因為我不懂啊 到時候正式作秀那天 如果妳選上的話 我們會幫妳做一套 那個黃瓜裝是很像 我們不是有膚胎嗎 對 膚色的 肉胎衣 它不知道去哪兒生出綠色的 這麼緊這樣子 像皮膚一樣 對 你就穿綠色的肉胎 然後它那個肉胎是還有包含腳的 你腳是膚色都不能露出來 對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頭上 他們用那個保麗龍片 做了一個那個很大一片的黃瓜片 大概這麼大一片 然後就套在頭上 然後你的妝都是綠 還要塗綠色的 你的眼妝什麼 盡量出來的 全部都是綠色的色塊 就是要全部綠啊 對 很怕了吧 然後身上貼滿無數個黃瓜片 走秀 你總是要演一根黃瓜 你不可能正常走出來嗎 然後那一場走秀真的是 我唯一一場走到我要吐的一場秀 因為它從我出場到 走到定位到退場這一整個路線 要怎麼轉 好暈喔 怎麼轉 好暈喔 就是要昏倒啦 就是 你轉換看 來 歡迎小黃瓜出場 然後妳要很開心這樣 妳還一直很開心嗎 好像咖啡杯喔 定位 就是妳要拉看妳的黃瓜 然後妳要開始轉 就一直這樣轉 然後而且妳是穿高跟鞋 妳真適合轉 小黃瓜還要穿高跟鞋 是很漂亮 然後那一場小黃瓜演完 我到後台 我真的是一直坐在那裡 沒有辦法動 因為我就是頭真的超級暈 天選地轉 沒有辦法動 然後到最後 因為有一些比如說熟識的記者 他們每一場活動都會來 他們就會說那個什麼 我們有那個照片 要怎麼洗出來送妳一份 我說真的沒有關係 那個真的不用留 可是妳講小黃瓜 讓我想起我一段悲慘的往事 那個邀約 拍給國中生看的 因為國中生要性教育 有時候妳要告訴他們說 男女之間如果發生那個事情 會懷孕 安全性行為 後來因為台灣政府很重視這個教育 我想說這也很棒 因為是工藝嘛 所以錢就拿很少 去現場也是 類似要穿那個布偶裝 我一穿上來 我就驚覺不對 照鏡子 她要我演什麼妳知道嗎 演什麼 陰莖 然後另外一個女生 她拿那個跳棒殼舞那一種 又惑妳 然後那個旁白就是說 當妳們的爸爸跟妳們的媽媽 相愛的時候我就會 然後那個棒殼舞就 進來 來 進來 然後我就 進來 那個導演還要我演抽洞那樣子 不會啦 也滿好玩的 這是社會服務 那個娃娃看得出來是這個 但是沒那麼具體 當然不會弄得好像 真的跟實體一樣 有眼睛的那種嗎 還有舞畫 有 還是有眼睛 對 但是尖端是 是 接著 那個棒殼是一個 他們可能沒有錢 那個棒殼是一個靈眼 差不多50歲的一個 一個阿上這樣子 然後一直在那邊 來啊 快啊 進來啊 進來啊 進來 快進來 快來 我快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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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太認識了吧 用手搓眼球 逼自己哭 這一定是演員 我今天是笑到哭 眼睛快乾了 OK 你笑到眼睛快乾了 我已經笑到掉淚了 因為一開始我拍戲的時候 並沒有太多的表演經驗 也沒有上過什麼課 我對演戲這件事情 其實是 真的是像小Baby一樣 但我一開始演的時候 是那種武打戲 是不用哭的 然後台詞也不多 但當我進入了台劇的八點檔之後 我真的是很可怕 因為八點檔大家都知道 他們是比較傻狗血的 有很多劇情 就是女生一定要哭 還有那種什麼 看著杯子你就要哭 有時候真的是不知道 自己想 自己想 你先生怎麼背叛你還是什麼 我是委屈 什麼婆婆打你 然後眼淚要掉下來 對 而且是有時候是那種 就是你這一場 跟前面那兩場是不連的 因為它是跳著拍的 它有時候是跳著拍 所以你沒有辦法 馬上就把情緒倒進來 而且是 重點是 它不是那種事先就有做功課 就是說我們要演這角色 可能已經發生什麼什麼什麼事 你要很多事情都要腦補 可是我就一直 哭不出來 臉就很醜 超醜 我就一直用很醜 我想哭卻哭不出來的時候 對 我想要很痛苦 那很 因為你要擠 因為大家都在等你 可是我們不知道 什麼叫做哭戲 那妳當時哭不出來 那怎麼辦 因為人家都叫妳轉行了 有其他導演辦白臉 那個導演就是辦黑臉 跟我講完之後 我還是哭不出來 我反而是回到家的時候 才哭出來 可是我想說都已經都在哭了 太委屈了 那一天那一場戲 其實大家就說 因為妳的關係 我們這一場戲就先不拍了 為了妳演到明天 對 然後 我有一個同事他就跟我說 妳要不要回去試試看綠油精 然後用在眼下 然後我就試著用那個看鏡子 然後點 真的是可以 可以喔 會燻啊 對 在家裡有情緒 又眼睛會紅 妳那個感受是真的 可是妳到現場 哇不行 壓力一來 眼藥水第一 就是會跑下來 不然就吸進去 然後用在眼頭 它直接掉下來 導演又覺得說這太假了 然後用那個綠油精燻 完全沒有感覺 完全就是沒感覺 妳後來怎麼辦 我跟妳講 我使出殺手劍 我就想說 既然沒有感覺 我點眼球 我直接點眼球 我就用那個 一開始我用棉花棒 綠油精 對 我用棉花棒 可是又怕被人家知道 所以棉花棒都會藏在那個 看有什麼東西在旁邊 然後那時候我覺得說 哭不出來才可恥 NG不可恥 我就會講到一半 就突然間NG 我說不好意思 等我一下 我再看一下劇本 然後就下去 然後再轉身 趕快點眼球 所以妳整個是棉花棒 沾綠油精 然後直接點在眼球上 對 可是我跟妳講 那個很危險 太少眼球 還好就是一點點刺痛 但是我是沾太多 一開始就是沾很多 棉花棒上面是滿的 然後是那種 就是那種一甩 會有甩出來的那種 直接上去之後 我眼睛爆開了 就是整個是寫濕的 然後我眼睛是這樣 我就這樣 根本張不開 要演哭戲 變成在演失明 對 眼睛要寫文言 可是我又很用力的 把它張開這樣 而且連話都講得 不是很好 可是就是很硬把它講 讓自己很像哭的這樣子 可是因為棉花棒一開始 就是妳要找地方要長 所以我覺得不方便 後來我就想說 用在手掌心上 但因為手掌心上 有時候妳抱別人 不呼別人的時候 就會擦掉 還會弄到別人 後來我就找到一個 最好的辦法 就是指甲 指甲縫 在這裡 就是但是要用小拇指這樣 指甲縫 我就這樣摳 摳我的眼球 但是摳眼球 可是有時候真的要很小心 因為我有一次就是 也是因為指甲很利 一摳馬上爆血 就是演完之後 回去之後要趕快去看醫生 然後那一陣子 所以妳是摳的 裡面要有濾油精嗎 不用 也是要 裡面是因為濾油精 所以它就影響我整個血管 可是這真的不能模仿我 因為我覺得我後來有得到那個 後遺症 後遺症 妳現在眼睛看起來都綠綠的 後遺症是什麼 醫生就跟我講說 有一次我看 就眼睛還是不舒服 我很常腳磨眼 我現在很容易 就不小心腦壓太高 一哭啊 我就開始腳磨眼了 然後醫生就說 因為 妳那個裡面容易有那個眼壓太高 還是 還是他就問我說 妳是不是 有一次我看醫生他就說 我是不是常常看3C 我說沒有 他說很奇怪 妳還年輕 為什麼會有那個提早老化的現象 對 所以我現在每一次出門 不管什麼時候 我眼睛稍微乾 我就稍微要點那個 人工淚液 OK 真的好辛苦 終於練成了那個 哭戲大法 所以現在也是OK了 那妳看著我哭得出來嗎 現在 要有一點時間有那個 妳剛剛講這個什麼意思 妳的故事人家怎麼哭啊 因為我滿有這個棒可不可以 其實哭戲好像是肌肉 訓練肌肉記憶這樣子 加上帶情緒 很不容易 很辛苦 演員真的很不容易 還好我們做綜藝 只要會笑就好的 對 來 接下來 爆考神明 機身 這一定是賣機 這不用想了 這種靈異啊 鬼怪啦 一定都跟他有關 要比看誰先Key檔 你知道嗎 這是露營 一直秀秀秀秀秀秀秀 S H O W 演一下演一下 那個就點點頭 後來50個人在場面上 大亂鬥你知道嗎 他本來要砍自己還砍別人 等一下 記得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支持 十一點熱炒店 YouTube頻道 十一點熱炒店 爆考神明 機身 這一定是賣機 這不用想了 對啊 這種靈異啊 鬼怪啦 一定都跟他有關 我這個不是在電視圈要上位 我是在家族 在家族要上位 因為我們家族的親戚就是那種 孫子子孫很多 因為外婆家是在彰化的樸延 然後算是在那邊算是 蠻蠻龐大的那種家族 旺族 對 也沒有到旺族 可是就是家裡面的成員非常的多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你也沒有什麼成就評評 或者是你功課評評的話 基本上就是阿嬤那些都看不太到你 常常發文包都會忽略到你 我就覺得很想努力給他看 希望我可以上位這樣 然後是有一次在吃飯的時候 就我們阿嬤家都一起來吃飯嘛 然後就在聊天 我們阿嬤家有一個習俗 就是每到了一段時間 就是有一間公廟 他們就會選那個神明的代言人 有一點像是類似選那個基辛這樣子 可是那個工作在那邊來講 算是蠻瘋光的 因為你為神明辦事情嘛 那村莊的人就這麼的多 所以基本上大家就會很尊重你這樣 然後那個阿嬤 我那時候阿嬤就是邊吃飯 就是有點感慨的覺得說 為什麼我們家族都沒有被選過這種的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呢 就是時間到了 就是要再回去阿嬤家 結果剛好就是有辦這個活動 就在當天晚上 但我也沒有告訴任何人我要幹嘛 所以他這個是公開的一個選拔 公開的選拔 他也沒有選拔 就是他大概知道要去的人 就是那個會在一個大堂嘛 然後會有擺桌子 然後會有一些神像擺在那邊這樣 然後你如果要參加的人 你就去拿那個 有點像那個叫做阿嬤叫喔 就是一張小小的聲明 在坐的椅子這樣 然後你就是兩個人要一組 然後就要拿著畫 拿著畫 會在上面畫畫寫字 對 那你如果本身 你如果沒有被感應到的話 你就拿也拿 然後發現到說不是 你就換下一個人了這樣 那你不能用眼的嗎 感覺來了 你怎麼會把我的故事講出來 真的 你就是 對 就是我要講的故事耶 好 剪片剪掉 你怎麼把你就是講出來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接著快要輪到我了 然後我就跟我表哥一組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上位了之後拿著 然後剛開始就想說 奇怪怎麼都沒有感覺 沒有在動 然後這時候我就開始就把 然後補一些就是那種畫面 譬如說拿椅子這樣就搖啊搖晃啊 然後會一直打嗝啊 然後 很生氣 有些不知道是什麼上身 不是都很生氣嗎 然後這樣亂看亂看 然後那個椅子就會一直這樣 一直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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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跟著就是瘋狂的搖 瘋狂的搖這樣子 然後開始周圍的人就說 啊 應該就是他啦 就是他們兩個啦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說 哇 這兩個是外地來的 然後怎麼會神明選到我們兩個這樣子 因為我表哥完全不知道要幹嘛 所以他看到我當時 在那些大眾說的時候 他很害怕 他就是一直這樣 就我在那幹嘛 他就整個就是嚇到 就是 他就是也就是快要哭了這樣 然後就增加現場的那個臨場感 然後大家就覺得 哇 就是我們兩個人這樣 然後就開始有放鞭炮嘛 鞭炮一整串的那種 神明的大言人誕生了 放那個鞭炮再放那一串 那時候很臨時去阿嬤家的那個活動 我是穿那種睡褲 那種黃色的那種棉褲 很薄的那一種 然後說在放鞭炮的時候再咬 然後就感覺到痛的時候 發現到 哇 不行 真的 不行的 我就一手搖一手 用那個手一直去擋 一直去擋這樣子 然後還拍到那邊 拍那邊 拍這樣 他機身還會怕痛 本來確定就是我了喔 就被那個眼尖的那種 阿公阿嬤看到就說 不是他們兩個 他說那是在演的 所以怕拋啊 對 回到阿嬤家的時候 阿嬤家整個氣氛就很差啊 就覺得說 不但不是我們就算了 那這樣之後 如果真的有人被選上 是不是覺得我們家在演的這樣 應該搞了你們家族蒙羞 對 到現在在蒲妍那邊 抬不起頭來 已經回不去了 已經回不去了 因為他們家出了一個 對 再也回不去了 然後我們家族完全沒有 以前綜藝節目找了 50個檔機來現場 然後 也太多 然後呢 要比看誰先起檔 你知道嗎 起檔 計時開始 大家你看我看 他們想笑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平常起檔 要有一個氣氛在 錄影的現場燈那麼亮 然後那種 他看下去不是辦法 那製作人有點急了 你知道嗎 因為時間一分一秒流逝 然後就走到一個 比較靠近他的那個 這是錄影 以此秀秀秀秀 S H O W 演一下 那個人就點點頭 咚咚咚咚咚就開始了 然後 甚至他49個想說 輸人不輸這樣 有人開始了 他們也不能不演嘛 對不對 然後跟瘟疫一樣會傳染 就沒人那麼多 後來50個人在場面上 大亂鬥 你知道嗎 他本來要砍自己還砍別人 這台都不起來 都不起來啦 張Vincent群姓 他怎麼又不不開 辛辛苦苦錄完了 對不對 興高采烈想說這一集特董 這個收視率一定飆高 結果電視台的 Vincent審帶的時候 說不能播 他說這個太荒謬 這個播出去一定會被罰錢 被罵 對 對啊 來 做前輩的替死鬼 只要跟死 跟死跟鬼有關的 一定就是Eason 跟Eason有關的 因為很久很久以前 我曾經也是想要 朝歌手這一條路去前進 什麼 有過歌手夢 對 你也得過妄想症就對了 不是 不是妄想症的故事 那個時候 因緣際會之下 就認識了一些 當時在 在線上滿紅的那種偶像這樣子 他們也都是有出唱片這樣 跟他們這個圈子多接觸的話 也許會可以比較有機會 再朝這條路發展 然後有一天 我就突然接到一位偶像 偶像前輩這樣 他在半夜12點多的時候 打電話給我 就說我們現在在哪裡哪裡哪裡 說他們在唱歌 叫我過去這樣 我身為晚輩 又身為想說 多認識點真的 幫忙一下 對 我就去了 結果我去了以後想說 奇怪 他給的那個地址怎麼怪怪的 因為下面並不是那種什麼 KTV啊 或者什麼的這樣 好像是一間那種 酒店的那種感覺 酒店的KTV 對 然後我也是第一次去到那種場所 而且是那個電梯門一打開 就會有接待人員 就是跟我來 對 跟我來到哪個包廂這樣 然後我一進去以後呢 我就發現 原來就是很多 其實當時他們可能 就是會覺得說 去KTV唱歌 反而會比較拋頭露面 然後到這種比較私人一點的 這種招待所 對 他們可以盡情的唱 然後又可以又隱秘這樣子 我那個時候想說 奇怪 就是為什麼大家都還不走 後來我才知道說 原來就是那個 我剛剛講的那一位偶像 大牌偶像這樣 他就是在等 等時間 我說發生什麼事情嗎 他說沒有 因為酒店的工作人員 有跟他講說 樓下已經有狗仔 就是堵在那個門口 準備要去派他離開 那一間大樓的那個 那個照片這樣 然後我就說 那沒關係 我們可以走那個 他應該有那種什麼 安全梯啊什麼的後門 他說沒有 他這間會所是沒有的這樣 他們這一群人就在想說 要不要等到早上七點八點 那狗仔隊可能也刪掉了 他們再出去 所以他們就 乾等在包廂裡面 那我就覺得說 這樣不行啊 這樣好下去不是辦法 所以我就毛遂自見 我說欸 那我想到一個方法 我跟你交換衣服 換上你的衣服 然後我把帽子壓低一點 然後我走出去的時候 去吸引那些狗仔隊的 那個注意這樣子 然後你們就是趁 趁隙從旁邊開溜這樣子 我們就真的 在包廂裡面換衣服 然後呢 一下樓的時候 我就故意就 從他們車子前面晃過去 果然喔 他們那個大炮 你還可以聽到那個 咔嚓咔嚓的那個聲音 美光燈 哇 這樣閃了這樣子 我也是第一次 感受到那種 靈性的感覺 這是你一生當中的高光時刻 對 你這樣 那個也是 從來沒有這麼多媒體在關注 那也是會 爐內高潮耶 因為你聽到那個 那個上去 對 你上去這樣 本來踢著頭 然後會不自覺的 抬頭挺胸 因為覺得很轉你知道嗎 對 馬上就覺得說 我是眾人矚目的焦點這樣子 然後我就替他扛了這件事情 他們就真的是趁這個時間 就趕快上其他計程車 走掉這樣 那但是因為畢竟從那個會所離開 可能會被寫得很難聽 後來隔兩三天 我還是滿提心吊膽的 因為不曉得到時候那個 新聞出來會怎麼寫這樣 而且我知道那個時候是 他們是禮拜三會出刊 那通常他們禮拜二的時候 會先打電話給經紀公司 然後跟他們講說 他們要平衡報導 要當事人的看法 對 或者是會提醒你說 你最好想一個說法 或者是你要什麼回應這樣子 因為我們明天就要報了這樣 可是我那一次 等到禮拜二的時候 也是沒有動靜 無消無息 我還想說 奇怪 這怎麼了嗎 沒有人要報你 然後我還請我的經紀公司 我還請我的經紀公司 打電話回去那個報聲問說 你們明天是不是要發一篇什麼新聞的 然後我跟你講 是誰 然後就他們報聲的那個主編就說 這一條不用報了啦 因為判照判出來 他一看那個照片 是誰他都認不得這樣子 然後結果那一條新聞 就這樣子默默的就被消失在 被消失在他們的照片裡面了 然後我就想說 好啦 一則已喜 一則已憂 因為 沒有喜 只有憂 只有憂 沒有再接再立 對 因為本來以為還可以上報 還可以見曝光這樣子 小鐘 張克帆 馬國賢去夜店 然後也是被狗仔拍到 然後第二天就登出來 照片下面會寫說誰誰誰嘛 他會寫說 左自幼 小鐘 張克帆 再來不是應該馬國賢嗎 對 他沒寫馬國賢 那很刺人喔 沒認出來 然後還有一次蔡小潔出事 他那時候我以前叫瑪莉亞嘛 他說謝謝瑪莉亞 怎麼樣怎麼樣 結果記者出來說 因為他說謝謝瑪莉亞 對 然後他當時 他PO謝謝瑪莉亞 他add我粉專 但是記者看了一眼 馬上就寫 他們家的外傭 馬上從基隆趕到現場 來 接下來 這個厲害啦 裸體讓觀眾看光 這一定是小黃瓜的事 對 沒有 我跟你講 這個我覺得Melody跟 玉琳哥應該很有同感 因為模特兒的時候 我就轉到綜藝了嘛 然後那個時候上了一個 台灣非常所有藝人 都想要上的綜藝節目 你再怎麼知名 但你沒有故事 或你沒有什麼主持人 有感興趣 你就沒有辦法上那個節目 結果有一次錄完影之後 居然是製作人喔 還不是工作人 是製作人喔 他說瑪莉亞 我跟你討論個事這樣 然後我想說製作人開口 要跟我討論事情 一定沒好事啊 但我就想說 好 沒關係 就是你講講看 因為我畢竟就是 也是一個小心人 開始跑通告 他說因為我們 接下來幾個禮拜 想要做一個單元 但是要拉比較長的時間 去做那個內容 他說內容大概就是 也沒有要幹嘛 你就是當一個模特兒 你被人家畫畫 他們也問過我 蛤 你有什麼好畫的嗎 你不要罵我 你又熟啊 我怎麼笑到內褲鬆 對 我覺得你要再有深度一點 畢竟你也不是畫屏 其實滿受傷的啊 好 那我就回去 會開始去進修一些 他才對人家說 你是盲腸 對 你就是當一個模特兒 你被人家畫畫 我就想說 這這麼簡單 有什麼 這這麼簡單的內容 有什麼好 我說就好啊 這有什麼好討論這樣 只是就是 因為節目尺度的關係 沒有辦法讓你們在節目現場 這樣子被畫 因為那個播出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那個問題 會被罰什麼的 他本來是說怎麼把它全裸 然後他都沒講 然後我說會被罰 你是要畫什麼東西 是要人體素描彩繪嗎 還是什麼 他說沒有 你要全裸給那個 那個畫畫老師寫聲這樣 我說全裸 我說全裸應該是 你們對外說全裸 但是其實真正製作的時候 沒有吧 他說沒有 老師要求要全裸 真的假的 因為當時要畫我的老師 是曲家瑞老師 曲老師他是要求真實的一個 才可以感受到 你這個身的那個 他沒有辦法說 你穿衣服 我假裝想像你是裸體 他說沒有辦法 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製作人都開口 我也不好意思拒絕 我就說好啊 那我錄啊這樣 那你錄了嗎 那一集只有一男一女 女的是你 女的是我被曲老師畫嘛 男生是被 郭彥甫畫 我們是分開的 他是另外一組 他是另外一組 他們有自己的場地 我跟曲老師是一組 在曲老師的工作室 妳講這個事情 我突然想起來了 我記得這一集 康熙來了 他們也問過我 我整個笑到內褲鬆了 後來好像是我老婆說不適合 說 不是 你怎麼全裸 她說她那個孤老肉 不要再畫了 可是我覺得最辛苦的是 不是你的全裸被看光 我覺得最辛苦的是畫的過程中 然後我是坐在一個高腳椅上 然後全裸坐在那邊 給老師畫 這很赤裸 因為你是坐高腳椅 你沒有辦法靠 你沒有辦法幹什麼 所以你一整個 一整天畫下來 可能六個小時 你都是這樣做 那就僵硬了 那中間不能起來走動 你可以起來上廁所 但是因為時間的問題 老師不會讓你起來 開玩笑 這犧牲很大 而且你知道那個藝術家 一進入他在創作的那個 世界界面之後 你不可以打 你不可以打斷他 你不是說你要站起來 就站起來 你連去那個上廁所 都要等老師在一個就是 他可能現在在想下一步 要幹什麼 不知道要怎麼畫的時候 你跟他說 那一集播出反應很好嗎 那一集播出反應超級好 因為老師那個畫之後 好像還去做工藝 我們都拿不到那個畫 但是班傑就很爽啊 為什麼 因為班傑的動作就是 坐在地上 然後就這樣子 腳開開 然後這邊蓋一個布這樣 有蓋嗎 沒有 我們就是腳這樣子 然後這樣全裸坐在那邊 給老師畫 其實外景當天 他們有派那個工作人員 拿那個攝影機去側拍花絮嘛 可是因為我們這組的花絮 真的不好拍 然後那個工作人員 可能好像是新人還是怎麼樣 反正就在一個空檔 我們不注意的時候 他突然跑進來房間拍 但是我們是全裸 第一個發脾氣的人 是曲家瑞老師 因為他覺得你很不尊重 嗯 因為我當下就啪 尖叫這樣抱住 因為他是一個男生 然後拿著攝影機跑進來 然後老師就發脾氣 我覺得那個過程是滿辛苦 但結果是好的 好 來 接下來 當免費工作人員被看見 這個應該就是我 對 只有妳會幹這種事 對 因為我其實一開始 跟瓜哥主持的時候是 意志節目 然後我很多東西 我都覺得理所當然 像譬如他如果問我說 高雄的舊地名 為什麼叫打狗 我就說 啊 本來就叫打狗 不然咧 就在節目上我直接這樣回他 然後他就會 他有一點嚇到 後來他就跟我說 我覺得妳要再有深度一點 畢竟妳也不是花瓶 其實滿受傷的啊 好 然後我就回去 會開始去進修一些 他說要有深度 然後我就回去 開始會看一些書 去收 去累積一些知識以外 後來我就想說 對 因為我不是花瓶 但還有一點是 我真的不容易被看見 所以那時候我幾乎錄影當天 其實我都 譬如說要發九點好 我可能七點八點就去了 然後我就會在現場看看巡一巡 所以那個時候才會一直被人家誤會 我是幕後轉幕前 因為大家都以為我是工作人員 其實我沒有當過工作人員 我就一開始就是助理主持 後來變瓜哥的助理 我也是一直以為妳是幕後人 對 因為那時候我就是 所以其實不是妳只是比較早去而已 我就比較早去 然後就在那邊巡 你知道我有說 有 沒事我還跟搭警班的在那邊聊天 我說那個景片怎麼 我連那種景片如果動了以後 拍起來顏色會不對 我還知道要這樣子在那邊踩 你知道 錄影過程當中我在那邊踩 大家都以為我是工作人員 變了一個很有用的人 對 然後我就發現 奇怪 工作人員也沒看到 我說好 那我再加深一點他們的印象 我就跟他們說 我想要更熟悉腳本 那不然這樣好了 錄影的前一天 我去公司跟你們開會 五點去的時候 在那邊變成他們公司的工作人員 然後一直忙到半夜兩點才開會 那時候我其實大學要畢業 我就稍微跟製作人講 其實我是要暗示他說 看你們有沒有想要簽我啊 還是說幫我調薪水 因為我已經不是學生 我要畢業了 他說 我真的覺得妳很適合當工作人員 還是妳要來我們的公司上班 然後我就在盤算想說 這樣我可以領兩份薪水嗎 就助理主持的費用 加工作人員的費用 我就有點在考慮 結果後來他們會計跟我說 不是喔 你就是領一個工作人員的薪水 只是錄影當天 你不用做其他事 你就做好助理主持的事 那我想說 兩個工作拿一份薪水 沒有 沒有 不是這樣 他本來就是工作人員 到了錄影現場 他也是工作人員 他的工作是什麼 在那邊當助理主持 就是一份薪水 然後我說一說我根本不會喝 你知道嗎 因為我那一陣子我還因為 就收入太少 我沒辦法在台北租房子 其實我是 我中間有一段時間 我是回彰化住 然後只有錄影當天我才會坐車上來 可是尷尬了 因為我已經支票開出去了 我說我前一天要去開會 所以我變成說 我前一天去那邊開會的時候 我中間的那個晚上 我會沒地方去 那剛好他們有時候兩點開會 弄一弄都三點多了 我就會去那種網咖 可以有包廂的 自己在那邊睡覺的那種 去那邊度一個晚上 那隔天可能七點 我就會到攝影棚來 然後我有時候想說 好辛苦耶 我有時候七點來的時候 只要那個大樓的工作人員有把 就是不是製作團隊 是那個大樓團隊的產物 他只要門一開了 我就會進去化妝間裡面睡覺 門一開妳要闖進去 對 妳跟人家百貨公司週年慶一樣 要 就是都是這樣子 那時候也奇怪 那個節目最早怎麼挖掘到妳說 要請妳來當助理主持 因為那時候他們有其他的團隊是 一個好像什麼叫賣的單元 那他們這個是要互動又要估價 他們想要找那種可能比較土的 比較好笑就是看了這種 所以比較土的 沒有他們當時的用語是真的土 對啊 所以土的 長得好笑的就是在指妳的意思 對 他跟我講我不知道看一下哪個 因為他就說 我們老闆說要找妳 我說真的嗎那麼好 他說老闆說不要找太漂亮 他當時 我覺得我當時可能 還比他們想像中再漂亮一點 因為他當時為了把我扮醜 他給我穿女僕裝 然後因為他們一開始 只是要敷衍老闆嘛 也不知道我做長還做短 他也不敢找合適的女僕裝 他找一件女僕裝給我穿 我說這個女僕裝怎麼那麼大件 因為他們是道具間挖的 這件女僕裝是小鐘哥穿過的 所以我當時是女僕裝配雨鞋 就這樣亮相了 對啦一般如果 製作單位要找助理主持 以前是助理主持 那就是小天使 一定就是美亞漂亮的 所以你在助理主持界算是 開創台灣綜藝史上 第一個特例 所以你在助理主持界算是 開創台灣綜藝史上 第一個特例 對 就是 最漂亮的助理主持 你現在就是旁門左道的 不是 我跟你講 我雖然不漂亮 可是我一路走來 其實很多人也會說 你越來越漂亮 而且越來越年輕 對 因為我也會開始保養 因為說真的 我們的預算有限 不可能說你去乳霜幾萬塊 或者是去做 每天去做 我們有自己的保養方式 因為有時候 你美妝節目上多 你也知道所有的保養 最基礎就是清潔 那你都用什麼保養 所以我清潔很重要 我就會用那個 琥珀淨膚精華 那個厲害 我說真的 真的 這是清潔的嗎 對 因為它其實是 卸妝洗臉跟保養 三效合一 像我的包包裡面 我真的有在保養 真的 你有帶來嗎 隨身攜帶 對 因為我又背後背包 是因為我其實剛從 這個背包滿改 今天穿這麼俗你 不是 因為我剛從 我剛從上海回來 這瓶很有名 就琥珀淨膚精華 很多女藝人 包包裡面都放一瓶 有時候你去比較熱的地方 或者是比較乾的地方 你粉底液會壞 但是我基礎的 這個洗臉的 卸妝的跟保溼的 我是不會壞 趕快 我們介紹一下 來 分享一下 來 就是這一瓶 琥珀淨膚精華 這一瓶大家應該很常 在熱草店看到很多人分享 其實我一開始 也是大家分享以後 我回去試用 就越用越喜歡 它基本上是可以卸妝 洗臉跟保養 主要對我來講是很省時間 像我用了一段時間以後 我覺得說 它可以縮短我的保養時間以外 它的質地它是無油配方 所以它的質地是這樣子 就這種很像精華液的卸妝露 主要它無油的話 像我本身很會 有那種粉刺還是痘痘 用這種無油的配方 在洗的時候 你如果去天氣比較熱的國家 你帶這個去洗 你不會覺得很熱或很悶 黏 但它本身它還可以保養 所以你去比較冷的地方 你也不會洗完 覺得臉會很乾 基本上它的琥珀淨膚精華 就是把它 琥珀霜的精華已經放在裡面了 除此之外還有譬如說像 法國琥珀 法國琥珀它就是可以幫你 去除你餃子裡面的老肺餃子 毛孔裡面的老肺餃子 然後法國琥珀以外還有 因為它三大就法國琥珀 法國的薔薇 薔薇你是洗的時候 會有一種淡淡的香味 主要在洗的過程當中 縮小了毛孔 然後減少你皮膚上的暗沉 最重要的就是它的 保加利亞接骨木 像保加利亞接骨木 其實在疫情之後非常的紅 不管是擦的還是吃的 接骨木最厲害的就是 它是很強的抗氧化 所以它像這個裡面的 保加利亞接骨木 它可以保護你的臉 不會被紫外線傷 尤其夏天要來的 非常的重要 你看它這個質地是很像這種 它的精華 精華露 水水的 然後它其實搓一搓 你再加一點水就會起泡了 然後洗的時候就感覺在 幫你的肌膚做按摩 它等於就卸妝清洗 然後再保養 洗完之後 你會覺得說你的皮膚就會增亮 越洗越水嫩 而且你洗完 有種水感 跟另外一隻手對比一下 你看這隻手感覺就明亮許多亮 真的耶 這個就是有回春過的 洗過的手 這個就是棒球筋的 這個洗壓給過的 像洗手的話是不夠看的 因為我知道觀眾朋友看到這裡 都很期待我卸妝 所以我待會會直接卸妝給大家看 我先用一個 因為我們做一個保水度的檢測 所以我先 這是之前的部分 還沒有使用過我們琥珀的情況 看保水度是多少 特寫一下囉 35% 35%的水度 好 謝謝 不過我請問一下卸妝 為什麼現場會有這個馬克筆 可能我們要在你臉上畫一點東西 這平常化妝不會那麼髒吧 這會不會太誇張 沒有 所以這個要有視覺的衝擊 我們這個非常強大的卸妝能力 跟洗淨能力 而且一筆 一筆雞 一筆雞 你看我現在都沒斷 都沒斷 對 好強喔 真的耶 一筆雞 沒可能耶 這個好強喔 你要再加什麼 就這樣就可以了吧 這樣就可以了啦 如果說你今天特別有要卸妝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用乾的乾擦 琥珀的靜負精華去 去溶解 馬上去溶解 你的卸掉了 就這樣不見了 你看 好大 馬上沒有了 這樣如果卸妝的話就是乾 你可以用乾的 去把它的化妝品做一個溶解 但平常你如果要洗臉的話 真的 你看那一筆雞 你看 不見了 整個就不見了 你喜歡它的味道嗎 不過我喜歡 因為它就是那種淡淡的薔薇香味 而且你真的在洗臉的時候 你就是輕輕的幫自己按摩 主要是因為它裡面 法國琥珀可以去除老費餃子 而且整個編在SPA的意思 對 你在按的時候 你要把老費餃子推出來 所以它的保養成分 那個琥珀霜的精華 才可以注入進去 真的 那個水真的還滿濁的 洗得很乾淨 我跟你講啦 它的卸妝能力 是當今世上我看過最強的 好 你看 完全就是出水 出水芙蓉 玉琳哥本來要講出水芙蓉 然後他就看到我出水蛤蟆 沒有啦 我說真的 你看我洗完 你現在算是已經卸妝了 很乾淨 可是我的保水度還是很夠 我先來測好 你的皮膚 膚質很好 星梅 剛剛是35 好 來 再一次 好 79 掌聲鼓勵 對 很厲害 你看 35 然後暴漲到79 而且剛剛是卸妝 還洗臉的狀態 而且洗完臉 大家都會覺得很乾澀 可是我現在洗完臉 整個覺得我的臉是Q彈的 滑順然後又不緊繃 看得出來 而且完全是鼓勵我的狀態 對啊 來Eason來試上看 來 滑走這樣子 你去測試一下 你不要撞到這個 來 太誇張了 你問他上面 這真的 琥珀淨膚精華 就是要分享給大家 謝謝 謝謝欣美 謝謝 最後一個 來 主持400 還供禮物 什麼意思 怎麼這麼窩囊 400是400塊嗎 賣金是400塊的主持費嗎 然後你還提供禮物 這個連車馬費都不夠吧 對 其實那時候我是從 以前從大學三年沒出來 然後那時候就是很希望 可以被大家看到 就可以多接一些工作 累積一些經驗 然後常常會有學生 要找我主持他們的校園活動 他就說他們的社團的費用 就是400塊錢這樣 兩個小時不是800嗎 可是他說他們就是 預算真的有限 所以問我能不能去 那我當時我在打工 我那時候實行一個小時100塊 我想說 這樣子200塊還有 還有多100塊 想說好 那我就接這樣 那個學校是在高雄 那我是不是要搭高鐵下去 對啊 然後來回就直接 不但沒有拿到什麼錢 你還要自己墊 還要自己墊錢就算了 然後很希望 就是讓學生可以喜歡我 想說之後他們 下一次有在活動 可以再找我主持 我就是那時候 譬如說一些廠商 會贊助衣服啊 還是什麼的 我都捨不得穿喔 我可能拍完照之後 我就把它包起來 然後就拿去 當作是那個主持過程當中 送給學生的禮物 抽獎禮物 那時候活動是主持晚會 高鐵票是 中午的時候到高雄 我就說 可是你們那個活動 不是晚會嗎 他就說沒有 就是可以一起來幫忙佈置啊 蛤 你還要幫忙佈置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傻眼什麼意思 他就說 我沒有 中午有幫你訂便當 還想說講這個話來 幫扶你 對 然後我就這是一大早去 然後到活動結束耶 晚上10點這樣子 對 那就是12個小時 然後你只拿800塊丟換 800塊錢 對 剛開始出來就是 OK啦 你現在也做得很好啊 麥姬現在電商做得多 很厲害 他還有一個那個扛棒 對 那個佛 那個什麼 我的招牌 對 招牌 他可以幫你去泰國 那個 幫你斬斷小人 斬桃花 幫你招桃花 幫你那個 踩小人 對 斬斷打小人 他是做這一路的 你知道嗎 真的 他很厲害 他是本線他也很精通 所以沒有經過一些磨難 然後跟歷練 要怎麼樣去承受這個 成功的王冠 不論大家是在 已經成功了 還是在成功的路上 都希望大家能夠 找出自己的一條路 大家不要放棄 謝謝大家 謝謝 祝福大家 謝謝